驚險畫面房屋坍塌 還被洪水沖走 秘魯遭逢亞庫風災 民眾流離失所 有母親帶著女兒無處安身 面對鏡頭講到眼淚直流 幫媽媽釋去淚水 小女孩懂事早熟 像她們一樣的災民 卻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裡走 雖然熱帶氣旋亞庫目前已經消散 但對秘魯400多個地區造成重大災害 政府宣布中南部13個省份 共計483個地區 因降雨河流和溪流氾濫 進入緊急狀態的紅色警報 為期60天 房上審索冒險拯救受困小豬 事實上不只亞庫風災造成至少6人喪生 根據秘魯官方統計 本次預計累計已有58人不幸遺難 秘魯總統從空中視察勘災 亞庫同時也對鄰國厄瓜多造成災情 並造成7000多人流離失所 兩國投入救災及重建行動 希望能盡快疏解民眾困境 帶來新聞 武貴真編譯